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的中午時份 有份參與製作鏗槍集721誰主真相的 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 被警察上門拘捕 指控他 干犯兩項 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 而作出虛譽假陳述罪 其實就關乎到在節目當中 牽涉到兩宗查車牌事件 這件事當然引起輿論的嘩然 因為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他只不過是為了公眾利益的緣故 所以才去查車牌 他其實就是在履行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天職 即是尋找真相、核實資料和報導事實 這些就是所謂的調查報導 究竟政權是否真的這麼懼怕真相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港台節目編導蔡玉玲 被指控 說他向運輸處申請車牌的查冊資料 違反了道路交通條例 但是事實上來說 查車牌 就不是香港電台 或者是鏗槍集的專利 以往有很多的媒體 無論是 親民主派的 或者是親建制的媒體 一樣是有做過類似的行為 為什麼唯獨是 這個鏗槍集 721誰主真相出事 立場新聞翻查過資料 原來 左媒大公報和文匯報 在往事都有做過類似的 查車牌行為 比如說在今年8月16日 兩份報紙 曾經刊出了運用車牌查冊 所得出的資料 來撰寫報導 而且還圖文並茂地 刊登了目標車輛的車牌號碼 車主的中英文姓名 以及是車輛首次登記日期 而在2016年的時候 大公報的一篇報導 有記者針對接助由惠晶的出入訪車 進行查冊 而且在報導當中 提及過車主的傳名 類似的事情 以往都有做過 現在我就不是批評 說大公報或文匯報做這些事是有問題 而是從這件事來反面的引證得到 其實鏗槍集做這些事你說他有問題 問題就在於哪裏呢 原來就是在於 運輸署那份的查冊表格 原本就是設有一個其他的選項 就被申請查冊的人士 自行填寫他的用途 譬如說新聞工作者 他就可以填寫 進行新聞報導 或者是採訪 但是後來 運輸署就修訂了這份表格 將其他這一項 改為 其他有關交通 和運輸的事 使得那些想進行車牌查冊的人士 就沒有辦法從三個的指定選項當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就算是那些新聞工作者說想查車牌也好 根本上就不能夠再填 說是新聞報道或者是採訪的用途 現在的問題就是 當大公報和文匯報在今年的8月中的時候 都曾經做過類似的行為 查過車牌 而且還登過相關的資料出來 為什麼香港警察 沒有就這篇的報導進行調查呢 或者有啦 但是我們作為市民就不知道啦 那麼香港警察可不可以就這篇的報導 向市民交代更多的資料呢 現在你說 去調查這個港台的節目編導 是不是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選擇性執法呢 大公民會去查就好像沒事 現在港台的節目編導去查就糟糕了 其實凡是牽涉到公眾利益 監察政府 又或者是報導真相的行為的時候 就應該也是受到免責條款的保障才就是的嘛 其實香港有很多類似的調查報導 都是通過查冊 來揭發得到真相出來的 不單只是查車牌 又或者是去公司註冊處進行公司的查冊 又或者是去這個 地政總署 進行那個田土廳查冊 查一些地契 如果這些類似的查冊行為 是遭受到目的限制的時候 變相就會是 壓縮了那個新聞自由的空間 你說這次港台編導被拘捕的事件 會不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寒蟬效應呢 我就認為肯定會 所以對於那些緊守一線的新聞工作者來說 市民就應該在輿論上對他們 作出支持才就是的 就不是說 現在這個時代是這樣的啦 不是這樣就算的 因為仍然有很多 熱心的新聞工作者 繼續緊守他們的崗位 去尋找真相報導事實的時候 市民在輿論上對他們的支持 就顯得是非常之重要 這個是一個道德上的加持 如果連市民都不出聲的時候 市民還哪有這個動力 去堅持下去呢 這件事就是針對香港電台 究竟作為港台的頭 廣播處長梁家榮 怎麼回應這件事呢 他就曾經形容過 說兩集涉及到元朗721事件的鏗槍集 那個節目的製作水準 就足以 作為新聞學教材的典範 好了 他昨天 出席一次活動的時候 就提到 說非常之關心這位 港台的編導 蔡玉玲被捕一時 他就形容 對於新聞工作者 是有著非常之大的影響 他還說他和大家一樣都在想 會不會有一件事是叫做寒蟬效應呢 當然就是會有 告訴你沒有 都是沒有可能 事實上 無論是做時事評論也好 或者是純粹的新聞工作也好 都肯定會有著不同程度上的自我審查 因為已經在客觀上說 是有很多條的紅線 如果現在連這個茶車牌都說出事的時候 那你說寒蟬效應是不是會進一步來擴散開去呢 當梁家榮處長被問及到 會不會暫時叫停 其他類似的調查報導的時候呢 梁家榮就反應得挺大的 他就反問記者 為什麼要停呢 我想問你為什麼要叫停呢 不可以說隨便停的 某一樣的工作 如果是在做的 要停的 都總有個原因的 是不是 即是說 如果你上司叫你不要做哪件事 你都會問他究竟什麼原因不讓他做才行 這些就是顯得出 作為一個廣播處長 他應有的風骨和氣節 不是說要吹捧梁家榮處長 事實上 這些就是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應有條件 但是放眼現今的官場 又有多少人是能夠把持得住這個原則呢 雖然有很多人就說 你梁家榮處長當然現在 可以站得這麼硬正 因為你到下年都已經要約滿了 而且特區政府也很大機會不會跟你續約 因為你也是連屆退休之靈 我覺得這種說法 就有多少 這些叫做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就算他下年退休也好 他一樣是可以跪低 一樣是可以妥協 一樣是可以屈服的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這件事就已經需要讚賞 這件事就已經是需要表揚 因為這些基本的條件 原來有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 梁家榮處長還提到 新聞工作者被捕都很少有 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 始終都會擔心 因為如果控罪是涉及到 在搜集資料期間的一些做法 大家都應該認真地去看看 通行都應該要認真地去檢視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他都說得很對 究竟查車牌這件事是做不做得 是不是個別傳媒就做得 個別傳媒就不做得 還是標準要一致才行 做得與不做得麻煩說清楚 好了 另外這件事其實就引起了 都不少的外媒記者的關注 搞得有很多的記者 在Twitter上又再提起721事件 而且還得到很多的 網民轉載和讚好 例如紐約時報昨天就出了一篇新聞稿 正正是說這位港台編導 被警察拘捕的事件 於是721事件又再在網絡上 再一次發酵 所以這些完全就是 龍巧反絕的行為 其實已經來到互聯網的時代 如果還想封殺真相的話 真是談何容易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